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是命 什么是仙 什么是忠 神机秒算 缠不平 背弯了人不过 天地之间勇敢转 那托是老百姓 乘坛自由 跳墙山 你就是那丁盘的戏 神机秒算 缠不平啊 天地背弯了人不过 天地之间勇敢转 你就是那丁盘的戏 什么事里 什么事情 留下多少好传说 想给那好人听 想给那好人听 李大人 刘大人 行啊 你 骑着个驴到处逛 倒显得悠闲自在啊 可不是吧 寻查寻查 主要就是寻呢 寻就是到处溜达 骑图毛驴 看看畅本 可不是悠闲自在吗 可是别忘了 当初在京城 皇上明确口谕 戴慎戴大人此行奉扬 所发生的诸多事情 由你来多多关照 你可是责任重大哟 李大人 此话怎讲啊 戴慎摊上事了 摊上大事了 有这么严重 我已经把他看管起来了 等候皇上亲自发落了 告辞 李大人 刘大人 皇上乱嫁后天午时到达凤阳 请大人准备接驾 知道了 一起安排就绪 刘大人 那后天晨时接官亭咱们聚齐 迎接上家 好 后天接 回见 走 戴大人 戴大人 刘大人 刘大人 你现在不能进去 你大胆 为什么不让进去 我是皇上派来的巡查钦差 刘大人 你要救我呀 戴大人 是皇上身边的亲近大臣 你们凭什么这么对他呀 刘大人 戴大人犯了挖墓之罪 李丞相派我们在此看管他 等候皇上发落 刘大人 刘大人 您桌上的东西千万别看哪 否则您也要被挖墓啊 哦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个戴老先生啊 太瘀了 太瘀了 这不中了人家的圈套了 圈套 那咱现在怎么办呀 甭问了 赶紧收拾起来吧 不然啊 我也犯了挖墓之罪了 有这么严重吗 哎 这个大名律啊 是我亲自参与撰写的 这一条是皇上自己加进去的 不过我明白他那意思 那戴大人他 不会真的牵连住您了吧 刘逸啊 记住喽 在有些人眼里 我就是跟丁子 他做梦睡觉都想牵连我 那 没事 不会让他得逞 刘逸啊 言末 先生 写点什么呢 就写啊 二十多年前 黄庄 那会儿叫故状了 黄庄地主刘德 丢了一头小牛犊 哎 就这么来了 这是当今皇上少年时代的 一个神话故事 这样的故事 会流传很久 刘逸啊 寻个机会 把这个交给戴大人的小厮 让他呢 转交给戴大人 让戴大人赵超一遍 带到皇上向他问罪的时候 照着这个讲一遍 就说这就是去尾存真之后 记录下来的那故事 是 老伯 请问这是陶家庄吗 是啊 您是 我是凤阳部政事许强 许大人 我有要事在身 请您带我去李政家 哦 请 来人哪 挖掉戴神双目 老夫不信啊 到了明天 到了明天 我 我就成了个旁人了 这个戴大人 他怎么哭起来了 可怜哪 这么大岁数了 稀里糊涂就犯了犯了 一定是啊 越想越害怕 这陶姓两户 都是你们村的人吗 是 都是 人口也对 姓名也对 南丁树木也对 三个月前 举家搬迁了 搬哪去了 你知道吗 他没说 不是有明文规定 百里以外 不得随便移动吗 是有规定 可人家哪有 涉险官府的录影 我们也就放行了 这两家祖上 是外向人吗 那不是 这两户 祖祖辈辈都是本庄的 他们是兄弟 爹死了 分家成了两户 这两家有什么别的背景吗 背景 哦 比方说 唐的 表的 姑表亲里 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吗 本庄的没有 让我想想啊 哦 有了 离这二十几里的周庄 他们有一个表哥 是凤阳县的县太爷 哦 哦 刘爷 纸条在身上吗 在我这儿呢 见机行事 啊 放心吧 奉命给代谋取餐 丞相大人有令 闲杂人人等 不得靠近 哎呦掌柜的 这周也太闲了 放 哎呦 你怎么回事啊 对不起我给你擦 哼 你别愣着呀 把毛巾给我呀 这是闹子你看 哎呀呀呀 真是的 哎呀呀呀 我给你擦 哎呀呀 耽误了给代大人送饭 真是对不起对不起 大人 您吃点饭吧 哎呦 哎呦 大人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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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啊 唱什么歌啊 什么牛啊 杨人 听懂 昨儿哭了一宿 这会儿又唱歌了 下风了吧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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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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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查证 逃出六两户 均是周叶城表亲 假冒一成立 四十姓地 四百两银子 就到手了 你火速赶往黄庄 以陶姓两家为突破口 将返乡回迁的十户 一一查审清楚 我现在就去 再有 皇上明日午后驾到 时间紧迫 待你查清楚之后 将这些冒领钱款 跟土地的户主 和那些分户户主 一并带到枫阳 再有 这是皇上所赐牙牌 剑牌如剑军 明尘出庄 任何人不得阻拦 好 迎接圣驾 是当前的重中之重 一切的一切 都为拨得龙眼喜悦 任何事 任何人 都不得干扰 接驾事宜 丞相大人 卑职担心 刘大人 他横生枝节 不正使许强 又奉刘大人之命 去黄庄了 他去黄庄了 是 那这样 你立刻到都督府去一趟 就收拾我的命令 让他派二百棋位 协助维持接驾有关的事宜 另外再派十名棋位 赶到黄庄 封住出庄的路口 在圣驾大来之前 迎接圣驾 绝不能有一人一计 离开黄庄 是 万万不可疏忽 不能办砸了吧 卑职明白 徐大人 所有千回户都传来了 你们此次登记的户口策 我都已经看过 客户姓名 原丁术 地计产业 都与户策相符 我今天要查证的是 其中有没有虚报 冒挺的 若有 早早交代 徐大人 徐大人 我是肇时申报的 学无虚报啊 我先点名两户 我均已查识 逃出六 逃出八 还不给我跪下 大人 你们是不是涉陷淘家庄人 我们原先是 是定居在陶家庄 是啊 你们的祖上六代以内 军是陶家庄人 这是你们六代的家伙 那就看看 徐大人饶命了 徐大人饶命了 萨 铁 骑 炨 舍 驾 铁 铁 驾 骑 牵 郁 炨 和 将耖 小民 戴大人 明日皇上的鸾驾五十就到了 戴大人别唱了 咱留着嗓子 明天唱给皇上听吧 刘大人 戴大人都已经下风了 您还让他接驾 到皇上面前发风向 是吗 指不定谁下风了呢 八个小孩一头牛 日月同行赵九州 八个小孩一头牛 这风病都会传染啊 八个小孩一头牛 日月同行赵九州 这 戴大人 来得早啊 那是迎接圣驾 岂敢怠慢 哪像你竟然姗姗来迟 丞相大人有令 所有庄民在皇上驾临之前 余力在庄内等候节驾 不得有一人一计离开 我们是接钦差刘大人之命 到凤阳驾前做证来了 除非有皇上的御址 否则我只听丞相大人的 看看这个 这个 见牙牌如剑筋 等同御址 敢不放行 徐大人 你怎么不早点逃出来啊 让开 是 大马去车 赶赴复阳朝 臣等恭迎圣驾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都平身吧 谢皇上 李爱卿 臣在 刘爱卿 臣在 代爱卿呢 朕怎么没看到啊 代大人啊 他 回皇上 代慎自来奉扬 辜负圣恩 他竟然向县府所要 涉及皇上的 严防扩散的材料 犯了蛙牧之罪 臣以命校尉将他拿下 等候皇上发落 你确定他犯了蛙牧之罪 臣敢断定 臣还知道 大明律蛙牧一款 是皇上钦定的 奉扬府不正使许强 接下来迟恳请皇上恕罪 皇上 臣奉刘大人之命 到皇庄合查户口 多有查获 立即起驾回刑宫 朕要亲自问案 臣领旨 李爱卿 你跟朕说说 他代慎 究竟是如何犯了 蛙牧之罪啊 皇上 此事还得问周知县 周知县你说 卑职 周夜城 叩见皇上 平身吧 谢皇上 禀皇上 代大人到皇庄采访 闻听人说起 二十几年前 皇上涉及的 宰牛吃牛一案 听说救援行私 曾到皇庄问案 并有口供笔录 不知道他出于何意 定向卑职 所要救食闻毒 皇上 周夜城考虑到 代慎是皇上的进程 不敢不给他呀 是啊 我见上面写着 严防扩散四个字 可是代大人 他还是打开看了 你看看 他滴滴确确实犯了 蛙牧之罪啊 柳爱卿 你跟朕说说 你是大明律令的 主要撰高手 喂 皇上 臣以为啊 这件事从表面上看 代大人是犯了 蛙牧之罪 你又来了 这犯罪还有什么 面子李子的事吗 可是皇上 这个代大人 被李大人隔离之后 未见有什么代罪之感 而且听说 还在屋里手舞足蹈 好像从屋里头 还经常传出来歌声是吧 他是下风了 来人 传代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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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个小孩一头牛 日夜同行赵九州 八个小孩一头牛 日夜同行赵九州 赵九州 代慎 你真的被下风了 风护着不风也 如说是风 也不是被下之风 而是看到了一幅图景 上奸神室 我乐风了 干事 还不给朕跪下 皇上 由于丽城乡百般阻难 老臣接驾来迟 还望皇上赎罪呀 起来吧 起来吧 谢皇上 朕来问你 周夜城给你的闻毒 你到底看了没有 看了 确实看了 那闻毒上的口供 都承认把刘德家的牛 抓了吃了 皇上 皇上 延放过散 朕怎么突然想起 好像是有这么一把子吃 好像是朕把那 刘德家的小牛杀了吃了 皇上 延放扩散 延放扩散呢 这 皇上 你当时一定是心里糊涂了 皇上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呢 那你的意思是说 朕并没有吃他的牛 断然不会 不会的 哎 李外卿 你跟朕说说 那朕到底是吃了还是没吃啊 回皇上 臣以为 这牛吃与没吃 都不重要 皇上听到了吧 他跟戴慎是一个腔调 戴慎如果有罪的话 他应该连坐呀 朱雅清 凤阳这个地方 是朕出生的地方 也是朕的伤心之地啊 提起一件往事 那一连串的往事 都奔涌而来 你们好好想想 十五六岁的娃儿 忍饥挨饿 那一年都没斩婚了 那见着一个小牛犊 那不该杀吗 就不该杀了 把他给吃了吗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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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将朕入罪 你看了 还是犯了挖牧之罪啊 皇上 老臣对皇上是一片忠心 心明眼就亮 皇上如何忍心挖臣之墓啊 那人家写了 写了严防扩散了 你还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一律应该挖牧 皇上 老臣之后 老臣之所以说自己心明眼亮 开朗 八个小孩围着一头牛 八个小孩围着一头牛 那么还是想吃着牛肉啊 您想啊 他为什么是八个呀 原本就是八个呀 朕还有村里的七个孩子 一起把这头牛给吃了呀 为什么不是七个也不是九个呢 这就像我在禅堂里堆物的一样 耳边忽然瓢过来一首童鸟 八个小孩一头牛啊 日夜同行照九州啊 八个小孩一头牛啊 日夜同行照九州啊 照九州啊 这首童鸟 朕好像有些耳熟啊 为皇上 那是早在皇上进宫豪州的时候 这首童鸟就已经在江南广为流传了 童鸟者 鸟趁也 鸟 鸟远也 就好像是天籁之音 没有源头也没有尽头 随风来去无影无踪 这乃是上天的暗示 要改朝换代的征兆 皇上 八个小孩一头牛 这牛子下面一个八字 这不正是皇上您的姓氏吗 朕明白了 那牛下面一个八字 正好是猪啊 八个小孩一头牛 是说皇上您要坐江山了 日月同行照九州 是说我大明开国 捅你九州了 老臣看到的图画 是天是神是啊 皇上 这牛不是吃了还是跑了 它还重要吗 确实不重要了 这么说 这些东西你都记录下来了 当然记不下来了 皇上 您不要忘了 老臣就是干这个的啊 听戴大人这么一说 臣真是惭愧 臣也顿了 就没误出这么多了 善长 你是读书太少 没有灵气 你的心思都在打横炮上 是是是 臣惭愧 臣再也不打那横炮了 几乎我们大家都不打横炮了 我们君臣同乐 慢 李大人 您这哑炮打完了 我来一想啊 刘爱卿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要跟朕说啊 启禀皇上 臣有本 参合凤阳之线 周夜城 我看看 周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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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卿 你来问他 遵旨 周夜城 我来问你 这次皇上回乡 发放多少银两 一共九千两 发放给多少户 四十五户人家 每户二百两 一共九千两 好 我再问你 按照老规矩 收款人 是先写下姓名 再摁手印啊 还是相反 刘大人 当然是先写上姓名 然后再在名字上面 摁下手印的 那你来看看 这曹石的石字 怎么会那毛笔字 把纸门给盖住了呢 这 这 给朕看看 自己看看 你是怎么杜办的 回皇上 臣的确看过 但是臣疏忽了 臣 臣又失察之罪 禀皇上 臣已查清 这次皇庄登记四十五户 四十五户 其中二十五户不变 每户二百两 共五千两 这没错 但是剩下这二十户 就不对了 它是由十户分出来的 账上写的是每户二百两 而实际上呢 每户只发了一百两 皇上 皇上 皇上分户户主曹四 曹石就在殿外候职 传他们上来 传曹四曹石 传曹四曹石 敬见 皇上 小民等分户 未探二十情地 让县令可扣了一百两银子 而不敢报官 小民辜负皇恩 小民知罪啊 你等是朕的故旧相亲 朕知道 你们过去穷怕了 朕不怪罪你们 分户分了就分了 兄弟多了 哪有永不分家的道理啊 多出一户 说明咱们皇庄人丁兴旺 二十情地 朕不收回 银子也就算了 回去吧 谢皇上大恩大德 好 兵皇上 就这十户所谓的回千户 还有五户是假的呀 这五户里边 有三户是周叶成的亲戚 那两户是设县支县的堂弟 由他们两个相互勾结 开具露营 臣建议皇上收回土地 发回原籍 准 周叶成 你可是犯下了滔天大罪啊 你的爪子伸得还真尘 伸到朕的身上来了 皇 皇上恕罪啊 来人 有 拉出去 押赴刑场 斩首失重 是 皇上恕罪 皇 在哪儿呢 看见了 皇上 皇上 曹寡妇求见 曹寡妇 哪个曹寡妇 朕不认识啊 别叫我曹寡妇 皇上 我是翠花 刘家的翠花 翠花 皇上 朕想起来了 朕小时候叫朱重八 她总是叫我八哥 让翠花进来见朕 宣翠花觐见 是 这是怎么回事啊 翠花 如果朕没记错的话 你应该跟朕是同年生人哪 将如今 也应该四十好几了 怎么 你学会返老还童了 皇上 你现在见到的是我的女儿 我躲在她的身后 我老了 不想再让皇上见到我 皇上见到我的女儿 就如同见到你的翠花了 什么话呀 翠花 我还是想见见你现在的样子 再说了 那人总会老的嘛 不 不 我不要接 皇上 我怕脏了你的眼睛 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 当年 你离开庄子 出家的那天早上 我追你追了好几里地 回到家 我哭了一个晚上 现在 我只想再给你唱一首歌 是专门唱给俺的八哥的 九月ska 九月一来 九八 won 长得 mutation 姑娘 垂离山 招来一切 我拈她 望饿 我招来一切 我一直看你笑 翠花 翠花 吾皇万岁万万岁 刘德 你还想着朕 吃了你的牛毒的事吗 皇上 小民瞎了眼 才错怪皇上 怎么又变成错怪了呢 那头牛跑了 我看到他跑了 跑了 皇上 你还知道 庄子西边那个牛尾泼吗 牛尾泼 朕不知道 朕只知道 村子西面有个西坡呀 皇上 你在的时候叫西坡 后来他们叫它牛尾泼 丢牛的第三天早晨 人们说你出家走了 我追到庄子西面 我远远地喊你的名字 大声问 我的牛毒呢 你回过头来 我庄子西面一指 我就看到那牛毒 钻进山坡石头缝里 我紧紧地抓住牛的尾巴 牛整个身子都钻了进去 只有尾巴露在外面 后来 那条尾巴变成了长长的石头 再后来 大伙就把西坡叫牛尾泼了 刘德 你不是在跟朕讲神话吧 皇上就是神吗 皇上用手一指 我就看到我那牛毒 要不是我亲眼所见 皇上就背上吃牛的黑锅了 刘德 庄里分地的时候 他们没分给你吧 皇上 草弥还有很多对不住你的地方 行了 不说这些了 当年 朕向你借地葬妇 你没有借给朕 朕也不能怪你 因为你也想不到 朕能够当皇上啊 再说 那庄里的穷人这么多 你也不能都见 皇上 朕等会儿告诉汪文 二是请弟 有你的一份 谢皇上龙恩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上万岁万万万岁 落轿 停 落轿 落轿 离出安徽还有多少礼啊 二十礼 皇上 行了 行了 有劳诸位爱卿 为朕送行 前面就要出安徽地界了 你们哪 就都先回吧 皇上 嗯 还有二十礼呢 除了安徽界 自有当地官员工营 嗯 但在安徽界内 臣等自当安马劳顿 护佑皇上 此乃 是臣下的 职所所在 你以为皇上不知道啊 皇上这是心疼家乡的父母官啊 这都不行跟着走了七八十礼了 还是刘爱卿知道朕的心思啊 许强 臣下在 此次还乡 虽还了我多年的心愿 却了不断我对家乡的惦念 凤阳啊 好地方 好风光 但是 十年就有九年皇 这么多年过去了 依然是贫穷 你身为不证使 这些事情 你比朕清楚 是 皇上 不过 这几年 尤其是大明开国以来 产生巨大变化 凤阳调有心词 说凤阳 道凤阳 凤阳出了个红武皇 怎么你现在也这样说话了 朕不想听套话 更不想听歌功颂德 对啊 徐强啊 怎么刚保讲过你 就说上这官话套话了 皇上看上你什么呀 皇上惜财 看上你是实话实说 秉公无私 直面贪腐冒死抗争 说白了一句话 皇上这是看上你终于职守 才把这龙兴之地托付于你 你要听歌功颂德 朕用跑这么老远吗 京城里哪个官员 不比你说的好听 但是朕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知道朕想听什么吗 朕想听实话 真话 心里话 乡里乡亲都说假话 那你说说 这天底下还有真话吗 皇上圣命 皇上 这也许是因为许强为人谨慎 在皇上面前说话诚慌诚恐 有点拘谨 是吧 朕知道 许强 臣下在 杀了前任周叶成 朕命你举荐个好信令 就是要让天下知道 为官义方 鱼肉百姓 贪赃王法 弄虚作假 欺上瞒下 那早晚是没有好下场的 朕的大明江山 是要用你这样的人 谢皇上信任 起来 请皇上安心 臣下绝不会辜负皇上的厚爱 朕问你啊 你知道班令真吗 读过 总共二十四句 皇上最喜欢的 是宋太宗缩写的四句十六字 缩写的头两句 臣锦记 常莫诵 耳缝耳禄 民高民之 后边两句是什么呀 下民易虐 上天难起 先生 学生成教会 许强 安徽的百姓 朕可就交给你了 臣下一定 担惊竭律 鞠躬尽瘁 卑官一任 臣下如敢不出什么名当 甘愿挂官归权 不识庸庸之路 好啊 有你这句话朕就放心了 今天你说的话 你要记着 朕也会记着 许强啊 学生在 知道皇上 为什么提起这班令针吗 请先生教诲 去年啊 皇上就昭告天下 将这四句十六字班令针 刻于石碑之上 立于各州府县 并剑亭保护 故曰戒石亭 学生身体上意 这应是 学生时刻牢记得座有名 能记住就好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学生 你我同朝为官 虽不互相隶属 但也都是臣相 我这话的意思 你应该懂 皇上对于贪磨之事啊 忌恶如仇 官场上那套欺上瞒下 说假话 容易 一念之间 就同流合污了 今天你清明连政 不意味着明天就 学生 谨记先生教诲 到时候我脸可黑 谢先生 好 恭送王上上 起教 好 出行 出行 我 等 唯诶 当往事 黎晨永远的传说 那传说 依然洒脱 都说难传说 真假难说 其实这传说 是把老百姓的 诉求许说 你传给他 他传给我 你传给他 他传给我 你传说 舍头底下 能压死个人 我说舍头底下 也能传说 传说出 传说出 那奔腾不息的唱歌 你传说 舍头底下 他能压死个人 我说舍头底下 也能传说 传说出 传说出 那奔腾不息的唱歌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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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